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電子時報的社長黃清勇 我想跟大家介紹 台灣在電腦工業上面的一些重要的奇蹟 我們的奇蹟不是只有筆記型電腦 我們的奇蹟也不是只有半導體設計 半導體製造 我們還有一個奇蹟 叫做工業電腦的台灣奇蹟 如果大家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工業電腦公司 研華曾經參聯很多年 現在看起來有一家公司叫華漢 規模好像比研華大 但研華的市值也沒有減少 如果大家知道 研華這家公司一年營業額只有17、18億美金的公司 它的市值 是七、八十億美金 他們在全世界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研華的董事長叫做劉克正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有一次我問他 我說KC 請問一下什麼叫做工業電腦 他就跟我講了一個很簡單的答案他說 長得不像電腦的都叫工業電腦 什麼意思呢 各位知道 極端溫度 比如說 在沙漠裡面你要忍受70度以上的高溫 在北極你要忍受零下40度的低溫 這種 特殊用途的 就是工業電腦的應用 另外比如說 在戰場上面的工業電腦 或者在 飛機場 工業控制的電腦台灣有一家公司叫神機 法蘭克福的 工業電腦的系統就是有神機供應的 像台灣有很多這樣的公司 他們毛利率其實都蠻高的 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當台灣很多的工業被稱為毛三道四的時候 其實有一群人他們用不同的產品 差異化的服務的方式 創造了他們應該有的價值 最近有五家公司 連妹來找我 這五家公司是誰呢 他們說他們想組合一個科技艦隊 希望跨界整合打進多元分眾的市場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一家公司 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要 所以這些公司是誰呢包括林華 包括中強光電 好幾家公司包括 秦城新業 秦城新業是幹什麼的 秦城新業他也非常特別 他是台灣最重要的伺服器機殼的製造商 這位董事長叫陳美琪 Maggie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Maggie告訴我說我做黑手的啦 什麼叫做黑手的 機殼嘛 各位知道伺服器的機殼 就是 機構原件 看起來很粗 很重的東西 這個公司卻是一家 是一位女士在經營的 她也經營得非常成功 有她的號召 她開始找 希望在工業控制上面希望在 車聯網上面能夠扮演角色的林華科技 來結合 中強光電 結合 一些新的公司 帶她一起來co-work有沒有可能找出一些新的方法 來創造新的價值 所以他們來找我的時候我也很有興趣我認為 也許我們 沒有辦法 10家20家50家公司一起合作 那三五家是可能的 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有很多學習的經驗 因為我們知道說 要調和五家公司的需求 在做服務的公司來講他的困難性也很高 因為每一家的需求還是不一樣 第二個幹部的想像不一樣 幹部可能會說你怎麼對A公司比較好對我們公司比較差 或者我們的條件我們付的比較多的錢你為什麼服務的條件不一樣 所以呢 這合作公司裡面 他基本上是差異化包括 全漢工業 他做工業型的電腦 電源的系統 還有很多的公司加幣旗 他在工業電腦整個進入方案自動化的方案控制方案上面 他們做了很多的投資 這個部分大家共同組合成為一個 跨界整合的系統 當市場有需求的時候他們結合起來一起提供服務 這種可能性有多高 第二個共同做行銷成本會不會低一點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提供給他們的服務 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就必須去理解 工業電腦公司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從這張圖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規模最大的是華漢 華漢其實是華海集團的子公司 那現在第二大的叫炎華 所以如果你以1比30來算他大概就是17 8億美金的規模 那第三大是靈華然後接下來有友通 立端新漢 威強電 炎陽等等這些公司 其實這些公司有一個特色 如果是標準的工業電腦公司他的毛利率 經常在35%到40%之間 但是當然也有例外經營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這張圖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藍色這個bar 是毛利率 華漢他的毛利只有23點幾 但是炎華的毛利是39.9 林華的毛利是39.6 然後你可以看到新漢是24.18 每家公司的毛利不太一樣了差距還蠻大 他們都說他們是工業電腦公司 這中間有什麼不一樣呢 第二個你可以看到營業利潤率 像 華漢他的營業率只有4.37 所以基本上我的理解他規模比較大沒有錯毛利率比較低 營業率也比較低 但是他是大量生產 所以因為 因為這樣因為大量生產的關係 所以呢 他的毛利比較低但是他的規模比較大 炎華呢 他要求高毛利 所以他會針對差異性的產品做出不同的設計 跟系統整合的方案 所以他的營業利潤率高達17.68 所以他現在還是台灣所有工業電腦公司 最賺錢的公司 然後第三個就是林華 另外你可以看到他的毛利率 39.6 但是他營業利潤率只有4.93 所以他營業利潤率也不高 所以問題在哪裡 你不要低看他了 他可能把現在投資賺到的錢去投資軟體 因為林華是比較軟體驅動的公司 那新漢就以電源為主 電源可能有很多替代的方案 所以呢他就把重點放在電源 他也是做量產的 所以他毛利比較低 那威強電呢 你可以看到他毛利率也36%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營養跟 跟威強電就是比較標準的傳統的工業電腦公司 所以 你把每一家公司稍微整理一下你就發現說 這每一家公司的EPS也不太一樣 因為 華漢可能善用了鴻海集團的生產製造體系 所以他的資本額不用很高 但他EPS就可以很高 那營華呢 EPS9.4 林華的EPS1.12 這相信我 我跟林華的董事長劉俊也很熟 他是軟體出身的 他想我在想他一定在做很多新的投資 然後呢星漢 威強電 他各自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呢 從表面上的財務數據來看 每一家公司不一樣 如果你願意花點時間去理解他們 他們的背景其實不太一樣經營的方式可能也不同 所以呢工業電腦最大的特色就是 Do something different 用差異化的方法來經營 那所有的產品線據我了解是研華最完整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你就去找研華看看 那如果你要找譬如說電源的你可能找星漢你可能找 智慧製造你可以找不同的公司 如果你要找車聯網你可能要找林華 我想這些都是每一家公司他有差異化的地方 所以從這張表我只是跟大家說 如果你想了解台灣的電子業 他的方法其實不太一樣 那這只一個基本的一些參考的指標 那工業電腦他衍生的商機非常的多 以前我們都說電子業 他是茅山道士的行業但是 大家少看了一點 電子業茅山道士的時候他的周轉率通常很高 比如說我1億美金的資本額 一年可以做7億美金10億美金的生意那就是高周轉率 我每一個產品的營業率 實際的利潤可能兩三趴但是我乘以7倍因為周轉率高 所以他一年的貨營業率也不會太低 但如果你能夠做到30%到40%的高毛利的時候 通常他的周轉率不會很高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看到 像研華這樣的公司 他有8000個員工 他大概有3500個人在台灣 他全球的生產體系只有兩個一個在昆山一個在 台灣的林口 台灣林口可能有3000個人 所以他大部分的量產製造 高附加價值他可能會放在台灣做 所以 每一家公司他在經營的背景當中他有他不同的美感在裡面 所以多元分動的新商機工業電腦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 我們將來的電動巴士 電動巴士 他的規格是有買主決定的 比如說我的電動巴士要坐16個人 32個人還坐48個人 我的每一個座位的背後 他是14吋的螢幕還是17吋還是21吋的 基本上可以有買主來決定 或者說我們在 巴士上面遊覽車上面要不要做人臉辨識的系統 要不要做 去計算你的廣告收益的系統 因為像研華他跟 哥倫比亞的那個巴士公司就有一些合作我所知道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看他的螢幕 看一次 算一次的錢因為這廣告費 所以 類似這些 分重型的差異型的商機 台灣的工業電腦公司做得很好 像 北歐最大的 工業電腦公司叫 Open Response 這家公司 他的CEO就告訴我 他85%左右的產品都是來自台灣的 因為台灣可以提供差異化的服務 而 這個部分的demand creation 需求創造的部分就是由在地的公司做的 所以這也是我跟海外的僑民 說明這一點 你可以在 印尼泰國菲律賓不同的國家 創造出需求 如果你需要產品的零件 配套那找台灣最快 台灣呢 很多就是集中在內湖啦集中在 中和的遠東ABC工業區或新竹園區 我想這個部分呢 你如果要分戰採購零件你自己要組裝也可以 那台灣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解決方案 所以呢 專注跟專業的合作夥伴是非常重要的 那台灣 因為產業分工的關係 我們在很多的地方 其實做出了差異化 做出了量產製造 差異化的能力 這一點是其他國家很難看得到的 那現在呢我們很多工業電腦的公司也在尋找新的機會 特別是新興國家有很多 多元的需求 我們相信 全世界有16000輛的 巴士的市場 那我們看到這個巴士以後 他基本上的應用比較像工業電腦的應用 而台灣過去的經驗最好 台灣也是 每個國家要創造出自己差異化的服務體系的時候 台灣是最好的合作夥伴 所以我常常說 你是本地人 你在本地結合當地的系統整合商 你可以結合台灣的工業體系就可以找出新的市場 而這些都是 毛利率比較高的市場 相信我 差異性越高的 多元性越高的 他的附加價值可能會越高 所以呢 特別是東協南亞海外的僑民 不管你是在巴西 或是在東歐 你在這些國家 相信我 你要組合成 一台非常不一樣的工業控制系統 台灣絕對是 這些國家 這些海外的僑民最好的合作夥伴 也許我們在生產製造上面 需要更多的專業知識 但是呢 大家理解 新的 新的世代他們對產品的理解度是很高的 他跟我們老一代的不一樣我們 專門只做大量生產的製造已經改變了 我們有很多成功的公司在差異化的 解決方案上面 創造出非常不一樣的服務體系 我想這也是台灣在過去幾年當中 非常重要的轉變